大家知道一個叫做影者地圖嗎 它就是給那些Homeless有一些工作 然後他們的工作就是帶旅客去遊一些比較當地的那種小巷 那我覺得它這個活動啊非常有意義 是因為Homeless他們可能就是比較沒有工作機會 當我發現這個影者地圖的意義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棒 所以啦 嗨 這兩個朋友我今天找來組一個小團 欸怎麼辦我們好像要見網友 請問一下是導覽的嗎 小梅姐 小梅姐 為什麼我們聽到小梅姐變得又驚又喜呢 因為在還沒出發之前 我們已經在影者地圖的粉絲頁上 看了許多的資料跟導覽員的故事 其中小梅姐的故事我們看得也非常的有印象跟心疼 小梅姐65歲一個人過一生 那時候她還欠健保局5萬多塊 所以我們一聽到是小梅姐本人的時候 我們非常非常的期待跟她度過這一天 她也是在台北念書嗎 對 工作工作 為什麼要裝學生 哈哈哈哈 工作的工作還在那邊 對 那我覺得跟這個導覽真的蠻有趣的 因為導覽的非常非常的仔細 這是小梅姐的 姿勢 提起 使用洗手勢的 但是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是不是 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所有人都值得來愛一次 怎麼說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 你平常不會看到的東西的地方 而且你會完全知道它的歷史是什麼 所以一個點 你可以講個10分鐘 20分鐘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沒錯沒錯 這一位是在 開始在想說怎麼講嗎 就是最讓你們有印象的是哪一個 清朝街 對 對清朝街真的很不棒 你氣夠明了大家 現在到清朝街 而且你進來的時候啊 清朝味非常的濃烈 怎麼樣怎麼樣 好棒喔 冰冰涼涼涼的 這個有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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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茶 來 不怕苦的來試試看 不能撐喔 嗯 OK 我真的不怕苦 就像這個你看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再喝一口 我跟小梅姐換了 我換過了 今天的導覽 我覺得最棒的是我們可以在一個地方 然後邊走邊吃互動的感覺 還滿棒的 菜是甚麼 LALA是甚麼 甜的嗎 甜的 這個是有那個 有綠豆泡在裡面啊 綠豆泡 對 所以它是綠豆的 對對對 很酷耶 這個是有那個粉料做的 清晨糕 它有那個椰子 這個也可以蘸一點點奶 蘸一點點 這樣子 醬下去 這樣子吃 這樣子的話更入味更香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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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 真的比較香 是不是 很香的 我要住這裡 太好吃了吧 QQ的啊 因為它好吃 好吃 小梅姐好吃齁 好吃 對 妳喜歡這個工作嗎 我喜歡 為什麼 因為可以讓我有收入 我可以繳穗金 可以繳健保會 還有店家的互動 因為我們真的 過去都很熟啊 店家都會 都會跟我們互動這樣 妳們也知道他嗎 他來買過東西啊 喔 對啊 所以都認識 認識啊 喔 經過小梅姐的導覽 再加上就是實地走訪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邊 還滿好玩的 而且我覺得滿酷 就是你可以聽到很多歷史 連當地人都不知道的歷史 我們會去圖書館 找一些資料來看這樣 也讓我們的就是 做這個導覽啊 更有話題可以說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深度旅遊的話 你可以絕對要參加這一團 真的 然後推薦小梅姐 我覺得小梅姐是一個 她其實懂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你如果一直問她問她 可以一直回答 一直回答你 因為我們現在出去一個 別的地方玩 都是透過Google IG什麼的 嗯 那我覺得看見台中城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活動當地的導覽 會讓你更深入 當地的一個 一些風俗民情啊 一些你不知道的小巷等等的 我希望說 大家能夠來支持 我們這個算是弱勢 從弱勢召集起來的 訓練起來的導覽 是跟一般的旅遊的不一樣的 我們是用在地人來談談 我們在地的 從小在這裡長大的 一些點點滴滴 我們走過的 我們所親自經歷過的 還有我們吃過的東西 我們會介紹給大家 如果能夠看到很多人來參加我們導覽 我們會特別高興的 謝謝大家 我們就是下次期待再跟小美姐見一次面 好的 好不好我們有機會再來台中 然後再來跟小美姐打招呼 好不好下次見 謝謝 掰掰